是改變命運的力量 國際式家文化中心送陣給山區學校的兒童百科傳書 結集3000多名學者 花上7年時間編制而成 若果你都想參與今次活動 中心可以代辦並送到受惠學校 每套兒童百科傳書連運費港幣180元 本中心主席郭肇明先生 還會回陣內涵14套精彩印度電影光碟一輯給參與者 請將存款收條、連同姓名及聯絡資料 全真2338-0633 或電郵至aardf.lavigator.com 想了解郭肇明先生多年來改革農村的工作 可瀏覽www.happyhari.com 香港人網大大地 G-Go City團購網呈現 精明網購熱買流行榜 人網大大地的優惠 真是多到我絲毫都介紹不完 立即又再介紹一個 今年雙春兼潤月 還要是農年 很多人都趕著結婚生回個農B 出席飲宴的機會特別多 怎可以沒有一套飲宴旁身呢 第一位 G-Go City同人網大大地的獨家優惠 名店香港洋服再預歸來 只要698元就可以度身訂造 原價2000元的男女裝洋服一套 西裝外套加裙或褲一條 連工包料手工常盛 還有超過350款春日布料選擇 當然有一款適合你的Style啦 說實話 好像我也有兩封炸彈未查 讓我都趕快訂回兩套 每日買東西便宜一點 精明網購熱買流行榜 是由香港人網大大地 G-Go City團購網贊助播出 hesitant 好 garlic 好 想找回自己舊矢的小朋友 很開心,很感人的一刻 可以的,一起打架那一刻 小時候打架那些 一班人一起打 楊貝姊妹頭,四月十二日,姊妹無敵 一個符合中國網民利益和感情的節目 《恩新港》,歷蘇,國情新思 好,回到第二節的節目 我們的電話是28927899 28927899 歡迎你們打進來,我們節目差不多 最後會回覆電話給大家 可以討論一下這些問題 好,上一節就接回上一節 當時黨要急速,要盡快救關向營 因為由於顧順章的叛變 在上海所有共產黨的機關幾乎都要轉移 顧順章知道那些都要轉移 好了,話口未完 不過不要咬咬,我們先講 講故事就不聰明 當時為何要找黃茂蘭呢? 這個要先講一下 很複雜的樣子 電視這個就是關向營 這個就是關向營 這個就是關向營 這個他是紅軍 這個他在紅二方面軍的時候 為什麼要找他呢? 最主要就是這樣 因為他的家鄉世代 他認識很多人的家庭 你知道嗎? 這個由於他就是階級的問題 他在上海呢 他也有一個人 他們很想接近他的 就叫陳志高 那個是上海其中一個有名的律師 但他雖然是有名的律師 這個陳志高 阿肥仔 這個陳志高 他的父親最重要 他的父親就是陳其壽 陳其壽 當時在法租界 就是一個有名的法官 就是刑事庭的庭長 就是差不多一言夠鼎 這個人就是大佬 都大權力 沒錯 當時他的黨 他還有一個名字叫王淑義 有很多名字 有著王張鼎 他真名是王張鼎 我現在就講的這個王 王武蘭 是嗎? 是嗎? 武蘭呢 為什麼呢? 就是木蘭 木蘭 是不是山木 善木 木蘭 實際就是花木蘭的木蘭 花木蘭 不過他不用那個木 他用這個木的意思而已 實際他的心也是 很像一個藍兒 自在藍兒 當時呢 他就要靠他去接近這個陳志高 因為這個陳志高 由於他父親的關係 在那裏打官司 國民黨那裏 又要給他面子 很多人都給他面子 你知道嗎? 當時呢 那個陳其秀 就很喜歡這個王武蘭 就見到一個很精乖淋淋 這個女生 他雖然是中學畢業 就是中學在湖南 就是周南中學 那間中學出了很多 共產黨 出了很多共產黨厲害的女人 就是奇的那些世界 就包括什麼向景瑜 蔡和心的妹妹 蔡唱 和梅集東第一位老婆楊開胃 這些都是周南中學的 就像台灣 那樣 什麼 台南史 第一中學 是不是? 第一中學 全部的台獨佬都在那裏 都在那裏 那些思想都是這樣 總之 他那裏就旺那些共產婆 共產婆 有名的共產婆 就是周南中學 你知道嗎? 所以 那個老爺子 就很喜歡他 就是覺得 挺好的親愛寧良 就認了他做契女 那就叫他兒子 快點快點 打聽一下 什麼事? 他跟他說 我有個遠房親清 我有個化名叫李世珍 叫李世珍 而他捉了之後 他用的名字都叫李世珍 即是他沒有暴露他原諒的真名 所以就一直 除非都有叛徒 就能認得他 你明明了 要不然呢 都會當本人 他說牽涉了 被人懷疑 他是共產黨特務 或是共產黨員 他自己拘捕了 其實是宇朗的 那老爺子 打聽一下 什麼事呢? 那一陣子 就知道是誰 停 來搞的 那個法官 就約那個法官 那個老爺子 知道他喜歡吸鴉片 或者請死 那些最上等的 那些福壽高 那些貴賓送給你 那些正宗 可能是緬甸的 弄給他 那那個法官 到最後 一直拖 都不放 差不多半年了 所以他們就很緊張 都不放 老爺子覺得奇怪 福壽高 上等福壽高 不是個個吃得起啊 大哥 弄四樓給你洗 到現在都沒有結果 那一槍 原來他告訴他 他有個姓李的書記官 他有些實權 他住 他住 他說 有些人的口供 跟他這個李世珍 即是關向盈 他的口供是不夾 不夾 那不夾 那怎麼辦呢 那不夾 就多做幾兩福壽歌 不夾 搞就搞吧 搞吧 他趁著自己還抄一份 一夾 搞搞他 放得了 那還叫陳志高 帶上 和王茂蘭 他去監獄 去監獄 去監獄門口 去接他出來 在大酒店 接風 你吹到啤聲 實在是冠仁東的高層 不是冠仁東 就是可以這樣做 這就是由於有這樣的關係 但是呢 其實王茂蘭 在這方面 大家心中有數 都知道 陳志高 很有利用價值 所以平時 由於他是契女 就是他父親的契女 經常都有交往的 跟著呢 就出現了一件大事 就拍下大樓 拍下整個中國共產黨 就是什麼呢 在1928年 6月2日 有一天呢 陳志高 約王茂蘭 就去看電影 是吧 大家看看這張圖 陳志高和王茂蘭 這是他們未結婚的 未結婚的照片 是 約他看電影 就去一間大酒店 咖啡室裡喝 先喝杯咖啡 想一下吧 喝喝一下 突然間 一條猛男 中入了 原來是陳志高的同學 是大學的同學 他在法租界那裡 又做法語翻譯的那些東西 即使你認識外文 都把蠻閉的了 是 他跟那些法國佬的東西 溝通 他又跟他講過 他坐在那裡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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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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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像中共當時總書記的《向中法》,形容一樣,很金牙,粗皮,加上九隻手指,九隻半,即是左手的尾指就沒有了一半,因為他小時候為了戒斗,一刀劈下去自己劈,都很壯烈,所以他是九指神蓋來的。 嘩,這樣就像樣一點,所以那朋友就跟我說,咖啡我不喝了,頭痛了,要送我回家,吳林昇立即找到潘汗年,當時突破的行動頭,潘汗年將這件事說,他說有這樣的人,這個一定是向中法啦,直接說的,那立即通知周恩來,周恩來,嘩,什麼都不要說,全面轉移, 全面所有的機關,因為向中法,他自己是總書記最大的頭,他知道多東西,大馬火腰,半邊,而且聽他說,打他兩槌之後,馬上半邊,什麼都半邊啊,那還不想,就散了, 然後就找兩個人做,賣雲吞的,因為他們的意思是,上海很流行的,賣雲吞,賣通宵的,即是留夜都可以,以前他們在香港都,留夜都賣粥,什麼都有的了, 在那裏看著周恩來那裏附近,屋的,附近在那裏擺檔,果然吊得到黃昏的時候,真是,真是向中法帶著一堆,軍警立立,所以衝去那裏, 要得開門進去啊,是不是,即是半邊啊,他說,對不對,他說,鑰匙有三套, 一套他,一套他,一套鄧明超,一套交給向中法,即是有什麼事,你自己可以開門進去,是不是, 現在你開門進去的,這樣順利的,你不加衣服,已經差不多一半變了, 他說,幸好你不通報,接著其他機關一樣發現,被發現全部有搜查,當然是破案的, 接著第二步呢,就抓著向中法,說,如果這樣,就準備去看監獄了,這樣吧, 去督人,認人了,那就麻煩了,這樣就差幾乎麻煩了,不過這樣, 那實際上是天有眼,他真是很煩,他真是不死都沒有辦法,也沒有辦法,可能天亡他, 打了兩槌之後,他什麼都認了,他的功詞我看過, 他說,他在那裏避總就在香港,其實我是傀女來的,他名字叫他總算, 沒力的,有力的,那些是周恩來的,那些,不關我事的, 那當然他也都供了,他所知的各省的省委, 在上海那裏,那裏的第一份工詞,他另外還有的, 那那傢伙呢,他最緊要就是,要拿一條命的,你知道嗎, 那天要他望,你就沒有辦法了,我告訴你,原本就是這樣的, 我先講一下,原本顧順章叛變之後,那裏是相差幾個月的, 叛變了之後,要大家轉移的,那當時,顧順章是認識你向中發的, 向中發是頭來的,所以向中發一定要轉移的,我告訴你, 那當時就已經提醒他了,已經說,喂,你要不要轉移的了, 那他就,他就不想,他就迷戀他自己一個情婦,你知道嗎, 那他本來就想起,組織覺得都是危險的,那就叫他走了, 又是死,所以他不走,他說這樣,他說,我明天先,明天走, 那他就沒辦法,你說明天就明天,他在這個情婦那裏,要過一夜, 那他就找車人來接你,他說,不用,他說,我自己搭的士去, 就在車行裡被人抓了, 那抓了之後,他就馬上打兩槌,即是認錯了, 即是認錯了,認錯了, 認錯自己又說,我是總書記,又有什麼裙子, 起碼讓你不要虐待,我會有身份的, 那他就馬上報南京,去蔣介石那裏, 蔣介石的復電都很快,要走地正發, 是吧,要走地正發, 沒得了,是, 好,那接著呢,就第二個電, 第一幅電就告訴你抓到的, 那些人自認的總書記,你說什麼, 是, 跟著他願意投降,投城了, 願意爆炸的東西,搜好東西, 他就再打風電報去談談給蔣介石, 哇,他願意投降, 請時應該怎麼處理, 怎料蔣介石的復電太快了, 第一個復電, 他就去到憲兵司令部那裏, 收到那裏,馬上提了他們, 馬上打了, 蔣介石第二封來叫他, 喝都喝不住, 搶下留人,叫他接來南京, 潛不潛, 喝都喝不住, 兩天, 一抓了之後兩天就槍斃了, 一快打針, 有很多人有誓得, 像是關向應那樣, 經過半年了, 還沒有被人認出, 但他歌唱的時候不是這樣, 做一感神速, 喂, 關向應都救不到出來的, 他會認得他的, 當中還有幾個人都會讓他認得, 知不知道是嗎? 所以, 黃茂南, 就是這架子, 他救得很厲害, 是的,很厲害, 但他的跟著其實還沒完的, 為甚麼呢, 當時他的鬥策很劇烈的, 明知道被你們逃逃了, 他也就不知道, 所以他去到處都, 寫在地址不是不正確, 不過人去流空而已, 那就是走流消息的啦,走流消息,那又有什麽辦法呢? 國民黨那邊的特務局局機關就想到有脫計,那些都頗正的 那些就叫做五五號脫黨事件,所謂現在都是中共黨史裏面的 就突然間那些上海的新報,有什麽報呢? 有一份廣告,他們以前的尋人都很喜歡登廣告的 因爲現在沒有電話,什麽都沒有,就是沒那麼方便 以前找人,他們說什麽呢? 多數在報紙上登一份尋人啟示,又回答等等 所以特務也有利用的,大家是吧? 那他就做了一份尋人啟示,就說五號等143人,報紙脫離中國共產黨 即是痛改前輩,從此做一個好人 那五號呢? 那本人都知道五號,就是周恩來 爲什麽呢?我告訴你,這就是和他... 大家知道他,因為他是屬於天津那一系 那他和鄧令超他們,以前在天津教學運的時候 即是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們為了將來的鬥爭需要,他們開始人多了 他說索性呢?弄五十個號碼 哦,即是有人有個號碼 是的,就弄了個號碼,大家就抽籤 鄧令超也抽到一號,所以他叫做日號 日,即是海日酒店,就是日,就是號,當然是號 周恩來抽到五字,那就是五號,不就是胡巧 胡巧,其實是胡巧,他就是胡巧,對不對? 所以他叫做五號,不是五號 所以我告訴你,這麼巧而已 所以大家都知道五號,即是周恩來 他說,咦,周恩來及一群宣佈處 當時為了大家轉移已經散了,大家都不知道在哪裏 有段時間都還沒找回 突然有人登過啟示,是不是被人捉了? 是不是一網承錦都還沒拿過? 那外面那些黨友看見,嘩,是不是? 又出了事呢? 是呀,整班友說,是不是? 好了,他當時,五號當然還在,五號,還有上海 潘韓年那些人說,喂,怎麼會被同事有誤解的? 他的危害很大,那些人有辦法澄清呢? 你明白嗎? 他說,你這樣吧,叫黃武蘭 他說,你去登一個廣告,即是說五號沒事 黃武蘭說,不行啊,大哥 我在報紙登一個廣告,寫著五號,說沒事 那些軍警就走來找我,問那個報紙,誰登這份廣告 是呀,誰知道大事 然後找到我,然後問他們,誰知道五號沒事 是呀,你跟他聽來的 那將來他說,對呀,將來不是那麼聰明嗎? 他們都急起來上來,說黃武蘭說,不要再誤 他說,我回去跟陳志高商量一下,對吧? 那麼,回去陳志高教他們一條街 就說,賈陀佛有另外一條乾弟 是,有一個化名來的,叫周曉密 我都忘記,那是周曉密的一個別名來的 登一個啟示 他說,我平時寫文章有時,就叫自己是五號 是 是 不過我真人當然不是五號 當然 那麼,因此呢,我現在告訴你,最近有一份啟示 又說什麼退黨啊,跟我無關 我從來都不是這麼隱瞞 所以我跟我無關的 那麼,說你軍警林林聲 又走去找個律師,問他,誰在登 他說,我這個不是五號來的 他說,他不永有事是五號而已 他說,另外那個五號不用找 那個五號就在你那裡了 那時候,就嘗試登過廣告 你明白嗎?不用找我啦 所以你都很聰明,那時候很麻煩 那你登了那個之後 黨其他組織的人就會看見,就會比較安心 現在的時間都緊湊 是啊,因為現在我們有個聽眾打進來的 叫做阿Ken 如果這個講不完,我們下次再講 那阿Ken 不,說兩句就好了 阿Ken,怎樣? 你好 喂? 怎樣?阿Ken,怎樣? 說吧 殷Sir,你好 你好 有一點好像延遲那樣 不如我講一個問題給你聽 好 然後才解答,好嗎? 是,好啊 不好意思 不要緊 殷Sir,其實我真的很榮幸 應該是你們節目第一次打電話來 第一集打電話來的聽眾 是吧 多謝多謝 我一直都有聽 多謝你鼓勵 一直都聽到現在 每次有說的緊張 我想問一問 以前好像聽過一個名詞 好像叫做 共產黨的黨外自由人 那個黨外自由人好像是不屬於地下黨員 我好像是不需要先使入黨的 聽說呢 張學良、司徒華和梁振英都是屬於這種系列的 那就想阿殷Sir 教一教 和我的架構 好,多謝多謝 我簡單說給你聽 如果在大陸那裡 派出來香港舉例 現在派出來香港有特殊任務的那些 他有些就不用有組織關係或者要組織生活的 那些叫特別黨員 現在有個名字叫特別黨員 那些什麼黨外自由人 那些都不是這樣的 他現在呢 本身可能是黨員 但是呢 他可以不過組織生活 由於他有特殊任務 他需要有些生活 其實王武蘭也一樣的 王武蘭呢 在1933年的時候脫黨 不過我還沒說到 是要在組織內 直接脫了黨 等組織所有人都誤會了他 以為這個八婆 現在變節了 你明白嗎 一切是為了黨的需要 OK 所以就 你說司徒華是不是這樣呢 你問他 唯有 我們都說了很多 對不對 張岳良是不是呢 我就比較存疑一些 因為張岳良 你要記住一樣東西 有兩種種情 司徒華是無權無勢的 他靠著共產黨 他才有那些少許話語權 就等於他現在的同志 那個梁慕嫻 在香港爆料一樣 都是以前他那輩子 好了 但是張岳良的大哥 手握幾十萬大軍 你明白嗎 是 不至於此 他也不至於此 不過他跟你朋友 他認同你的觀點 是不奇的 是不奇的 好嗎 Ken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沒有電話了 沒有電話了 沒有了 那我可以繼續講 繼續講一下 講回這裡 我先講一下感情生活 其實我最感覺就是 反應他這件事 就是怎樣呢 王武蘭在1928年的時候 由於是軟氣炎 就患CN 犧牲了 我小孩子只有三個人 他爸爸已經去了 接著四個月後犧牲 在1928年的時候 他就在中央那個政治局 那個做秘書紀錄 所以他就認識當時 洪三軍 洪三軍的一個政委 叫做賀昌 我們那些賀昌 你給大家看一下 賀昌呢 就是他真正的第三任丈夫 第三任丈夫 那何昌當時呢 都鼓勵他 忘記傷痛 就是繼續努力 怎知道 沒多久 他都喜歡了他 是 有一次見到他 時侯都抓住 他 沒有難 他說我可不可以 好像喜鹽同志 那樣 可以將你當成一個 革命伴侶呢 那 他說 這句回憶講的 他說 可以的 他說我要問一個組織 就是疫情組織批准 我告訴你 共產黨 你知不知結婚 離婚是甚麼 要組織批准 是 不過這個 共產黨的國家也是這樣 其他國家 我不知道為甚麼 中共呢 是前年底才要取消 即是如果你要跟組織的點 你要拍拖的時候 要打個報告 即是你要告訴你 我認定這個是我的特象 那你就要打個報告 那不是不算數 你老美 你不要亂來 你隨便找女兒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拍拖報告 接著要結婚的時候 要請准報告 OK 如果離婚的話 也是 離婚的話 你要報告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要檢查你 是肩膜的 還有很多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很多古靈精怪的 離婚都是一種方法 我來做甚麼 你知道嗎 我來生多個兒子 所以我拉一拉 我來替我 所以當時呢 他們一樣 即是共產黨的黨性 這方面呢 1928年 你老闆 現在 半個世紀也很多 你們想到今時今日 不是啦 去年年初 就取消了這個 拍拖報告 好像不用了 結婚報告 結婚要的 這些應該都要的 結婚好像要通報一下 都不知道甚麼 離婚也都要通報一下 但不像以前 現在 現在的好處呢 就是甚麼 關顧住也 兩年前 他可以不批准你的 你知道嗎 這樣也可以 我打個報告 我跟黃愛明拍拖 這樣 升級資訊 下來不批 這樣也可以 哇 你老美 所以我跟他 1928年 到現在 不過幸好 去年年初 取消了這個 所以大家放心 去大陸 不用怕 你不要以為你不報好過日 我跟你說 有獲的時候 我又想問一個問題 你說以前 現在 你說依靠共產黨 又入黨 找著數而已 其實很坦白 但以前 他們真的很忠於黨 即他們所有的做法 現在這個王無蘭一樣 他到今時今日 現在是106歲 現在還住在杭州 很精靈的人 那 如果那些人告訴你 你協助成立的國家 或者政權 如果你想想 是害羞我們中國人民的 你想想 我想他會崩潰 是 他要憑著這個 古希望 幻想 令到他覺得 他的一生是很有價值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不要怪他 有時候他都覺得 我們看這個角度 不可以感應 這樣也對 你不可能要他 承認做了這麼多年 一直用了一輩子 一生為此 為此 犧牲所有的人 原來是錯的 喜樂 苦樂 包括我剛才說的 賀昌 終於他們批准了他 周恩來批准了他 結婚 結婚 第二年 派他來香港 賀昌帶著王無蘭來香港 兩個月後 就幫忙帶了一筆巨款 共產國際 用來佔了共產黨 我們中國共產黨 是靠海外關係 外國關係 我們生活的 他就扮婦有女婦人 懷巨款 送回上海 你知道嗎 好了 喂 當時為了救關向應 又認識了陳志高 對嗎 要利用陳其壽 跟他兒子 陳志高又是傻子 又追他 是的 是的 他的結婚 又不公開 你知道嗎 但是賀昌那時候 黨做得真厲害 黨一調了他去前線 不是現在香港我的前線 不是啊 打仗的前線 差不多 就是去蘇區 啊 我 這樣就糟糕了 所以 輪到他兒子 剛剛斷了 輪到這個 兒子叫何平 因為他姓何 何昌 剛剛斷了 他爸爸 又掉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 你結了婚 沒多久 一年多 老公就掉走了 這裡 黨就叫你繼續跟這裡交往 你知道嗎 然後陳志高又去求婚 他就跟黨說 黨說 看一件事 我們還是持久 起作用的 就是他們父子 在上海灘上 因此 他說 他覺得有道理 你應該嫁給他 他說 那我老公呢 在前線 你還是死 不要緊 那個人又交給黨 搞定 是啊 幫你扒低 那我也沒有扒低 那你怎麼這麼壞 哈哈 給我感覺 而是到時告訴他 為了革命大業 你老婆 另有精勇 又有 有東西需要 所以你要忘記了 你老婆 黃慕蘭 他說我要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他說將來革命 勝利 和平 如果我還有命 你准許我跟兒子相應 因為你從此離開了 當這個婚姻不存在 你知道嗎 才嫁給陳志高 那位賀平 就是他的兒子 就是那年生的 你猜他什麼時候見面呢 是1950年 那位賀平呢 就在澳門 給錢轉被人養 就是在澳門 中央呢 那個特科 就找人找到 在澳門找到他 就送他去北京 那時候呢 他母子才相應 他才知道原來他父親 是共產黨的其中一個犧牲的元老烈士 他母親是三大特務之一 你知道嗎 那個賀平也不知道 所以 對他來說 我也不知道情何以堪 我也不明白 一個女人可以這樣 可以拋棄兒子 拋棄兒子 拋棄兒子 服從黨的命令 去嫁給一個 表面上是敵人 你不明白 嘗嘗 時間夠了 下次再說 下次再說 即是有時候 你講這些話很深奧 下次我看 我能否約一約到 她就寫外孫女 你知道嗎 她是很過癮的 外孫女 她有些美人的配置 不過 嘩嘩 比她吃東西多了 可能肥了一點 你知道嗎 嘩嘩 被她聽到 不過無論怎樣 我想問她什麼 你知道嗎 我想問她 你經常見到你的外婆 你以為你外婆 公開講的 跟她內心 是不是真的一樣呢 OK 多謝各位 多謝太太太 時間緊密 有心理 但我們身處不同地方 又怎能第一時間 掌握到世界各地的靈異之信呢 有見及此 香港人網 潘兆聪恐怖在線 現正發動 全球華人恐怖在線大霧集 只要你對鬼神之說 有敏感觸覺 又願意第一時間 提供你所身處的地方 所發生任何的鬼異個案 我們歡迎你成為 全球華人恐怖在線地區代表 有興趣 雞翼 雞翼 最大外觀 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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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翼